无论你天生拥有怎样的基因,你都可以通过合理膳食重组基因,远离癌症,抵御衰老,预防痴呆,控制新陈代谢,控制情绪,控制体重等等。 如果你能及早开始规划,你的基因代谢就会足够强大,这样一来,你的孩子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我是谁?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拥有的不良基因促使我考上了医学院校,后来又促使我动笔写了这本书。 在我的运动生涯之初,我遇到的问题就比别人多。 上高中时,我得了根腱炎,随后又患上了根骨滑囊炎,恰镜树松核征。 对于往鞋里塞矫正鞋垫,增加治疗训练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上大学期间,我又突发软组织病变,加上严重的净纤维发炎,几乎断送了我的体育奖学金。 我的净纤维发炎越来越严重,我不得不跳着走。 我找到对伊伊斯科蒂,他又矮又胖,须着胡须,黑发浓密,是个大嗓门。 他告诉我,他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减少训练量和耐心等待。 但我确信,我需要做点什么以改变现状。 也许我缺乏某种营养。 刚刚看过的电影《生物课堂101》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也许我的相关组织细胞无法产生正常的基建,就像我现在的许多病人一样。 我向斯科蒂医生寻求问题的答案,我甚至提出了一个构想,对我的腿部基建进行活检,并与别人的健康基建进行比对。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我的构想化为泡影。 斯科蒂皱着眉头对我说,他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检测方法。 我曾经在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上读到由分子生物学推介的类似的诊断方法。 出于无知,我当时简直不能相信斯科蒂居然无法运用科学的方法帮助我。 我几乎走投无路,每每想到这种困境,我的内心都会充满深深的挫败感。 我整天沉迷于从分子角度解决我的健康问题, 探浮于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领域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 出于这个原因,我依然摒弃了成为化学工程师的理想, 选修了所有与遗传学相关的课程。 随后,我考取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 在那里,我从一众诺贝尔奖获得者处了解了基因重组和表观遗传学。 之后,我直升新泽西州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学院, 希望把我学的遗传学基础知识付诸实践。 那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斯科蒂医生对我的问题无能为力? 医学院不教医生如何探究疾病渊源,而只教医生治疗疾病。 医学是一门带有实际目标的实践科学。 正因为这样,医学与其他自然科学截然不同。 以物理学为例,他常常通过挖掘问题的根源构建知识体系。 物理学家钻研得很深入,他们已经开始尝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例如宇宙的起源。 医学与其他科学不同的原因在于, 与其说它是科学,还不如说它本质上是一笔交易。 为什么? 最初人们服用心脏病药物米诺蒂尔时, 发现它们的胳膊上长出了浓密的体毛。 研究人员没有探究原因,而是转身去寻找相应的消费群体。 于是,作为心脏病药物被研制出来的米诺蒂尔, 摇身一变成了治疗男性脱发的喷雾致剂,落剑。 在医学领域,这样的例子比一比皆是。 其中最赚钱的买卖当属西蒂纳菲的发明。 最初它被用于高血压的治疗, 后来人们发现它有延长男性勃起时间的副作用。 这是令人欣喜的意外状况。 于是,西蒂纳菲改头换面,变成了万艾壳。 既然医学是一个产业,那么医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生产销量极佳的产品。 这也是我们连静纤维发炎这种常见病症的致病因都无法弄清楚的原因。 我救读医学院的目的不是成为商人。 我五岁时遇到的一件小事,使从医的理想在我心底生根发芽。 它和一只只羹鸟的幼橱有关。 春日的清晨,我坐在屋前的路边上,一只胖乎乎的幼鸟从枫树上飞下来,落到我面前的街道上。 它盯着我看,呢喃着,翅膀一拍一拍,仿佛在跟我炫耀,看看我多能干。 可是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一辆旅行车的前轮向它碾压过来。 眨眼之间,这只可爱的小鸟就变成了厘青路面上的一滩肉泥。 它死了,我愤怒至极,又满怀愧疚。 那辆车的驾驶者肯定没有意识到,它给两个幼小的生命造成的痛苦。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生命的终结。 它唤醒了我体内的保护意识,去使我做出自己的职业选择,预防伤害。 这是我想成为化学工程师的原因,也是我选读医学院的原因。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预防伤害。 这意味着我得明白,是什么影响我们的性格和思想,又是什么让我们生病。 不幸的是,在我注册进入医学院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儿时的梦想与现实中有限的医学知识之间存在天壤之别,而我还是无法违背我的理想。 为了追求预防伤害的梦想,我的最佳选择就是开展预防医学实践,比如做基础护理工作。 说实话,我都有点忘记探究疾病起因这件事情了。 毕业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直至我的使命感被再次唤醒。 尊重古人智慧 唤醒我的依然是那些功能紊乱的基因。 搬到夏威夷后不久,我患上了一种新的骨骼级疾病,但这次与以往不同,没有那位医生能诊断我得了什么病,甚至五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会诊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病痛一直持续,一年后,我的右侧膝盖开始刺痛,稍走几步就会发热。 我对这类病症闻所未闻。 我尝试接受手术、注射、理疗,甚至连夏威夷当地的巫师都找了,但这一切似乎只会让病情恶化。 就在我陷入绝望的时候,我的丈夫卢克给了我一个建议,试着研究一下营养方面的问题。 卢克是一名出色的大厨,还是狂热的烹饪爱好者。 他对在菲律宾时见过的自助餐印象深刻。 与很多专业厨师一样,他总是怀疑真正的营养膳食还有其他解释。 深度营养,凯瑟琳沙纳汉作品,继续带你深入传统饮食的千年智慧,重建科学膳食,解锁基因潜能。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晚尔博强。 他在一个小镇的贫民区长大,一直受到营养不良的困扰。 所以,他认为营养和其他物质条件一样,也存在富有和贫穷之分。 他怀疑我的喜好高糖、方便食品的饮食习惯把我变成了营养贫困户,甚至损害了我的疾病恢复能力。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我选择去上医学院。 我选修了营养学课程,还有生物化学。 我开始摄入低脂、低胆固醇的食物,并严格计算热量。 我还需要了解什么呢? 第二天,卢克带回来一本书。 如果不是我因病被困床榻,对于安德鲁维尔的这本自育力, 我翻都不会翻,更不用说阅读了。 医学院讲授的东西使我相信,我们的寿命比过去更长, 所以,现代饮食方式也一定比过去更好。 我曾经对此深信不疑,也没有质疑过在我学习过程中接受的饮食哲学。 但我们应该考虑这个因素。 现年八十岁的老人,在他们的成长阶段遵从的饮食方式与现在截然不同, 他们的饮食更加天然,他们也是抗生素的第一代受益者。 许多人的存活得益于医疗技术。 然而,当下的这代人能否长寿,尚待证实。 鉴于现代许多四十多岁的人就已经患了关节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我认为这代人不大可能长寿,因为他们的父母患上这些疾病的年龄要晚得多。 迁徙一代的寿命可能会缩短十至二十年,我很快就会拿到这一说法的首批印证材料。 我打开自欲力还没读几页,就碰到了一些我之前闻所未闻的东西。 Omega-3脂肪酸。 根据维尔的观点,Omega-3脂肪酸就像维生素一样,也是我们需要摄入的物质。 现如今,我们的饮食不够完善,需要补充这种物质。 他的话给了我重重一击。 首先,我以前觉得脂肪有害无益。 其次,我们这代人的饮食质量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如果不是他的说法大错特错,就是我在医学院学到的基础知识存在问题。 如同孩子进澡盆时,又踢又喊表示抗议,出澡盆时却百般拒绝一样。 我很快就觉得,这些可有可无的书籍已经无法满足我旺盛的阅读需求了。 它们使我获得了全新的宝贵信息,并燃起了我恢复健康的希望。 在另一本书上,我读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名叫《内脏和动物油脂》,美洲原住民的饮食。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美洲原住民的身体比欧洲人健康,因为前者食用动物的整个躯体,不仅包括动物肌肉,还包括所有的动物内脏和油脂。 约翰·兰姆迪尔说,食用内脏已经演化成一场竞赛。 过去,我们会比赛吃水牛的内脏。 在比赛过程中,两名选手各执牛肠的异端,谁先吃到中间就算谁赢。 那可是来真格的,那些牛肠上沾满了半发酵,半消化的草渣。 吃了它们,根本不需要再服用任何药片和维生素。 我喜欢这个美洲原住民言语之间的自信,仿佛它讲的道理源自某个神秘的知识宝库。 我也喜欢图书或文章作者以健康人为例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运用干巴巴的实验室模拟数据。 那一刻,我觉得这种方法很新颖,因为它着眼于健康而不是疾病。 早期的欧洲探险者卡维萨德·巴卡,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刘易斯和克拉克,把美洲原住民描述成超级战士。 他们赤脚追逐水牛,打仗时虽身负重伤,却依然坚持战斗。 200年后,19世纪拍摄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美洲原住民相貌堂堂的面容和舒展匀称的骨骼结构。 用一个民族的耐力大小和力量强弱来衡量他们的饮食是否健康,似乎合情合理。 我在夏威夷的行医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很多情况下,家庭中最健康的人往往是那些岁数最大的成员,他们的饮食习惯与他们的孙辈截然不同。 我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观点。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现在对健康膳食的定义比过去更加合理。 即便如此,美洲原住民的饮食方式也很怪异。 两个成年人各叼着牛肠的一头向中间吃去,牛肠尚未清洗,上面裹着脂肪。 想想这个情景就让人恶心,彻底颠覆了我对小姐和流氓中吃意大利面肠颈的憧憬。 但是,它也促使我开始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 食用水牛粪便难道不会让人生病吗? 动物脂肪难道不是有害的吗? 考虑到食用尚未清洗的牛肠对我来说很难接受。 所以,我专注于探究动物脂肪对健康的积极意义。 我在医学院学到了两点。 饱和脂肪酸会使胆固醇水平升高。 胆固醇是众所周知的健康杀手。 谁是对的? 是制定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所遵从准则的美国医学会,还是约翰·拉姆迪尔? 我开始重拾自己多年前试图探究疾病源头的理想, 努力缩小自己在医学实践与理论研究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差距。 为了找出最好的饮食方案,我查阅了大量基础科学数据。 幸运的是,我接受的专业训练让我能够看懂这些东西。 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想要彻底搞清楚和营养相关的问题, 但得到的却是另外一个结果。 我在医学院学的知识漏洞百出, 很多东西的利润基础已被相关科学领域证实是错误的。 现有的证据无法支撑美国医学会的立场, 却与约翰·兰姆·迪阿尔的观点相吻合。 许格亚 西伯克拉底誓言中的营养女神 在希腊神话中, 许格亚被刻画成手捧石波、四位蛇虫的形象。 蛇虫象征着医学知识。 古希腊的健康理念有两种互补的做法,彼此制衡。 健康女神许格亚代表前者, 她负责用充足的营养帮人们强健体魄, 从胎儿时期到儿童成长期并守护人们的终生健康。 换句话说,她是预防医学的化身。 如果第一道防线失败, 人们感染了疾病或出了不可避免的事故, 医神阿斯克勒比尔斯就会及时登场。 她给人们讲解治愈外伤的方法,提供治疗性药物。 我在毕业时送念的西伯克拉底誓言, 综合了阿斯克勒比尔斯、许格亚和药神帕纳克亚的智慧。 但那时,我只是举起手指, 站在学校的礼堂里送念这段誓言。 对于许格亚是谁或许格亚代表什么这样的问题, 一无所知。 站在我旁边的那些医学博士也不例外。 在三千多年的文明史上, 医学被男性彻底统侠。 许格亚曾是营养科学先进知识的极大成者, 却沦为日常清洁的代言人。 许格亚回归预防医学和营养科学领域的时候到了。 这一点非比寻常。 与当今的医学带头人的看法不同, 饱和脂肪与胆固醇似乎对健康有益。 近五十年来, 人们摒弃了诸如鸡蛋、 新鲜奶油、 动物肝脏等富含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食物, 而用低脂或纯人造的化学物质取而代之。 比如充斥着反式脂肪酸的人造黄油。 以上这些都是基因无法获得蜡以生存的化学信息。 早餐不吃鸡蛋和蜡肠, 只吃冰冷的骨类食物, 会让这一代人缺乏成长所需的脂肪、 维生素B和胶原蛋白。 原因如下, 蛋黄富含大脑发育所需的脂肪, 包括卵磷脂、磷脂和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维生素A、维生素D。 同时,科学家已经证实, 低脂食物会降低动物质伤。 维生素B对于身体器官的发育至关重要。 缺乏维生素B的女性生出的孩子 亦患软骨病、糖尿病或其他疾病。 大量的软骨组织可为我们提供胶原蛋白和糖胺聚糖, 这些都有助于身体关节组织的发育, 能避免成年之后患上肌腱和韧带疾病, 包括静纤维发炎。 过去, 人们认为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很危险, 这种看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 以及人们获取营养的途径。 通过纠正与这种看法相关的种种错误做法, 我对疾病的根本原因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这些错误做法对我的生理机能造成的影响, 就是使我的关节组织变得脆弱, 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几乎毁掉了我的人生。 我开始阅读我能找到的所有传统烹饪书籍, 并运用相关生化知识对传统烹饪的基本特点进行解释。 之后, 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饮食方式。 对我来讲, 采用传统的膳食营养模式修复了我受损的基因。 我的感冒次数减少了, 胃灼热贫度降低了, 我的脾气变好了, 腹部脂肪变少了, 头疼症状有所缓解, 体能有所提高。 最终, 我曾经肿痛难忍的膝盖也奇迹般地痊愈了。 古人知道的, 医生未必知道。 似乎每天都会有新的研究结果出现, 向人们证实某种维生素、 矿物质或抗氧化剂 对预防某种疾病的好处。 所有这些研究都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医生仍然低估了营养对于巩固健康和治疗疾病的积极意义。 而人们凭直觉就知道这一点, 这也是医疗保健品和营养品销量极佳的原因。 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人员很少提及这个问题。 人造维生素及胶囊状的粉末状抗氧化产品 并不像天然的那么有效, 甚至连接近都谈不上, 况且它们还有可能对人体有害。 所以更好的选择, 自然是从食物中摄取丰富的营养。 为了确定哪些食物最有营养, 我研究了世界各地的传统饮食。 研究的目的不是比较哪种传统饮食最好, 而是找出各种饮食的共同之处。 我找出来的四种普遍要素, 每一种都代表了该烹饪方式的整套特殊食材。 它们能使营养最大限度地被细胞吸收。 事实证明, 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阶段, 这些技巧和食材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对烹饪传统的病气导致今天患病人数的增加。 我见过很多病人救急复发或遭受慢性疾病的折磨, 但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往往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意味着现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基因状况都很糟糕。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重新遵循祖辈的营养原则, 食用他们认可的四类营养食物, 世界美食的四大支柱, 我们的个人基因状况就会得到改善。 基因健康与基因财富 基因健康代表了一种财富,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对此加以理解。 基因财富和基因动量。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滥用基因并屡屡逃脱惩罚。 就像懒惰的学生, 无论成绩多糟, 仅凭借家事良好就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 健康基因即使遭到损坏, 基因拥有者的外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下一代却会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都见过一些二十岁出头的超模手不离烟, 还常常使用奶油蛋糕这样的食品。 今年累月, 在他们美丽的外表之下, 营养不良会毁坏他们的骨骼, 使其过早衰老。 维持良好皮肤状态的相关组织也开始老化, 最终盗走他们的美貌。 更重要的是, 他们卵巢中的每个卵子的基因都会受到影响。 这种基因状态的恶化, 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将会丧失基因动量, 有可能不会像他们那么健康漂亮。 他们的孩子也可能会从妈妈可观的基因财富中受益, 但不幸的是, 孩子自身的基因财富将会大打折扣。 这是惨重的损失。 在过去的数千年里, 我们的基因在自然界各种营养物质的滋养之下, 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 从基因角度讲, 现在的超模不仅受益于他们父辈、 祖父辈的良好饮食习惯, 还受益于他们的古老的祖先, 正是代代相传的基因宝藏, 造就了母亲腹中胎儿的美丽脸庞。 当这些二十岁出头的超模们弹掉手中香烟的烟灰时, 也随意挥霍掉了一代代仙人, 经年累月积攒的宝贵基因财富。 对基因财富的肆意挥霍已经对很多人造成了影响。 我父亲小时候常喝奶粉, 午餐吃面包配人造黄油。 我母亲儿时的大部分时光在战后的欧洲度过, 乃至品匮乏。 由于他们从各自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可观的基因财富, 所以他们尽管营养不良, 却未患严重的软组织疾病。 然而, 他们缺吃少喝的饮食方式, 对他们的基因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家族的基因财富, 到我出生的时候已被挥霍殆尽, 因此我与父母、祖父母完全不同, 我不得不与关节疾病作斗争。 幸运的是, 事情还有转机, 对你来说也一样。 感谢基因响应的可塑性, 让我们可以改善基因状态, 重建基因财富。 如果你曾忘记给你的绿植胶水, 亲眼看见它的叶片大粘, 颜色变黄, 你就会明白, 恰当地呵护和滋养, 具有神奇的修复效果。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基因和表观遗传编程。 不仅你个人可以从中受益, 比如增进健康, 体质比趋于正常, 缓解慢性疾病症状, 延缓衰老等等。 你的孩子同样会获益良多。 如果你觉得攒钱给孩子上大学, 或搬到学校设施良好的社区比较重要, 那么请想一想, 孩子的健康和美丽是否也很重要。 如果你及早开始, 你努力的成果就会体现在孩子的面容上。 你的孩子也许会因为这张交好的面容, 而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开启他梦想已久的职业生涯。 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选择。 吃什么, 以及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不是减压专家, 也不是体育锻炼方面的专家。 即使要说锻炼, 我也只会谈谈如何通过不同的锻炼方式 减轻体重, 重塑健康的身体组织。 但通过良好的训练和从事的研究, 我的确在预测不同生活方式, 对身体机能的潜在影响方面成了专家。 而且我的基本理念其实非常简单。 深度营养 我赞同原始饮食学派的观点, 我们应该尝试一下祖先吃的食物, 毕竟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到世界上的, 这也是我们本来应该坚持的饮食方式。 表观遗传学通过分子级别的微观证据, 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科学上的支持。 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祖先选择的食物。 身体健康的人身处困境一段时间, 仍然能够保持健康。 健康的基因亦如此, 这都是系统反应延迟的表现。 因为很多营养学研究者 不会去询问实验对象父母的饮食习惯, 所以这些研究的结论缺乏完备的数据基础。 如果以24小时为限进行研究, 那么糟糕的饮食也似乎是健康的。 如果以数月或数年为限进行研究, 烧好的饮食似乎也会很棒。 但只有最完善的饮食方式, 才能让一代代的人保持健康。 像原始饮食法、 进化饮食法、 食器时代的健康秘诀之类的膳食书籍, 之所以大受欢迎。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他们倡导的理念本身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但如何运用特定食材和食谱, 把枯燥的营养学理念付诸实践, 是他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在过去出版的很多同类书籍中, 作者仍遵循原有的基因突变模式, 因此无法解释基因的快速变化。 由于把背景纯粹置于史前, 他们的想法遥远虚无, 缺乏实用性。 他们的证据很有限, 没有说服力。 只是收集一些古代营地的碎片、 残骸, 以及木乃伊未不清洗的残存物等, 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 这些书籍能让我们了解一些远古人类生活的片段, 但让我好奇不已的是, 这些作者如何利用现代生理科学手段, 把零碎的考古信息拓展为完备的饮食体系。 更有甚者, 几乎每本书都引用了相同的信息, 却又提供了相互矛盾的建议。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他们手头的数据过于零碎、 陈旧、笼统, 根本无法提供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如果原始人留下的唯一线索只有一些手工工具, 我们又如何能够复原他们的膳食口味和营养呢? 比如, 一把打磨于十二点五万年前的紫山木长矛, 它被插在已经灭绝的德国植牙象的两类之间, 像古画时尚可见伤痕。 这样的证据对于我们了解古人的膳食有什么意义吗? 作者尽情发挥想象力, 进行有根有据的猜测。 但显然, 任何有创造性思维的读者, 都会在追随古人足迹的过程中随时停下脚步。 很幸运, 我们不需要使钱资料, 也不需要妄自揣测。 我们有浩瀚广播, 鲜活生动的信息来源可供利用, 那就是烹饪传统, 尤其是那些有特色的正宗美食的制作方法。 我说的不是美国人对地中海饮食, 冲绳饮食, 中国饮食的本土化, 比如海鲜沙拉等, 也不是现代流行的分子饮食, 保健食品或快餐。 我要说的正宗美食, 是构成大家最美好回忆的佳肴。 它是食材和厨艺的完美结合, 它能让世界最贫困角落的人们 烹制出神奇的美味, 就连国王吃了都会赞不绝口, 更不要说纽约那些挑剔的食客了。 这其中包括一位美食家, 他看一眼食物, 就会让那些参加顶级大厨比赛的厨师 两腿发软。 我说的这个人是安东尼·布尔丹, 以前是一位爱好捧客音乐的顶级大厨, 现在是世界知名的美食节目主持人。 我以安东尼·布尔丹的美食旅游电视节目 不设限为理, 来说明很多现存的详尽信息, 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曾经的饮食方式。 这档节目从2005年一直播到2012年, 利用每周一个小时的时间, 安东尼·布尔丹向观众呈现 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种类繁多, 充满创意, 你只需要坐在自家客厅就能观赏到。 他通常会在每集节目的开头, 介绍当地美食的历史渊源, 直沉美食文化的鲜明特色, 然后由善于制作美食的当地人做向导, 找到能反映当地美食精髓的样板。 他们往往实习夫妻店, 店虽不大, 但口碑很好, 他们制作食物的方式有悠久的历史。 布尔丹的节目让我确信, 从饮食的角度讲, 美国只是一个欠发达地区。 相较美国的热狗, 苹果派, 麦当劳开心乐园餐, 烘肉卷, 备盘, 及沙拉, 其他国家的美食似乎更多。 在中国的某个地方, 到访的客人可以吃到烤乳猪, 还有做以酸菜或豆豉的鸡肉、 兔肉、 手工面条, 不同形状、 大小、 颜色、 质地的各种果实。 在那些迅速发展的超现代化都市, 高耸入云的玻璃木墙边的农贸市场里, 摊主售卖的本地优质食材, 都是一大清早从地里摘的, 狐狸捕的, 河里捞的, 非常新鲜。 我这么说并非要否认, 美国也是拥有丰富烹饪食的国度, 而是想说, 我们摒弃了自己的根基。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求助, 各种相互矛盾的营养类书籍的原因, 也是我们很多人, 天生基因优良, 却未精心养护的原因。 就像法国山坡上等待风干的甜美葡萄一样, 我们的染色体正在枯萎, 但通过享用以传统烹饪方式制作的美食, 它们就能重换光彩。 每种正宗美食中数量繁多的菜肴可以归入以下四类, 我把它们叫做世界美食四大支柱。 我们需要经常食用这些食物, 最好每天都吃。 它们是带骨烹制的肉类, 动物内脏, 生鲜食品, 发酵类与发芽类食物, 比新鲜的还好。 事实证明, 这四类食物随处可见, 几乎每个国家的人们每天都会食用它们。 食用者的健康和长寿证明了它们的成功。 就像玻璃杯里的奶油总会浮上来一样, 这些传统饮食也会因为它们的内在价格而由古籍金代代相传, 因为它们的美味和营养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通过对传统饮食致敬, 我们可以重建与膳食根基的联系, 以及我们彼此间的联系, 从而使生命发挥出其应有的潜能。 让圣火世代相传 不久前人们还不知道基因、钙细胞和生物化学, 那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凭借各自的日常经验安然度日。 如果有人因为食用某种红色浆果而生病, 从那片灌木丛采摘的浆果就会从此被禁用。 如果一位准妈妈在怀孕期间特别想吃某种蘑菇、 某种海鲜或任何东西, 并且非常顺利地生下了健康宝宝, 这两者间的联系就会作为群体的智慧流传下来。 我们的生存和我们已经获得的健康基因 恰恰证明了这些经验的成功。 所有的杂食动物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们应该吃什么? 走出困境的途径就隐藏在美食家、烹饪大师、 热爱美食的老奶奶和世界各地厨师的烹饪秘节中。 有些可能就在你身边。 不幸的是, 在胆固纯治心脏病论 以及科学化约主义的其他论调的影响之下, 人们不再认可这些饮食方面的智慧。 科学化约主义是一种明显缺乏科学依据的做法。 迈克尔波伦在他著名的《为食物辩护》一书中 对此进行过诠释。 幸运的是, 那些真正热爱烹饪和美食的人 把这些饮食传统传承下来。 这不仅使他们的家人从中受益, 他们也扮演了信使的角色, 成为那些只限部落内部共享的古老奥秘的传承者。 如今, 我们就是一个大部落, 那些如何利用食物改善健康、 永保青春的信息, 就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至真财富。 我的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强调食物对改变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 你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会对你的基因产生微妙的影响, 如同基因博彩遵循一整套预测法则那样。 每餐之后产生的小变化亦如此。 如果生理变化机制不是偶发行为, 而是受到某种法则的制约, 那么是谁或什么在掌控这一切呢? 在下一章, 我们将会看到基因运用何种聪明的方式, 对营养摄入做出反应, 以及这种本能为什么让我确信很多人的基因潜能尚待开发。 深度营养 凯瑟琳沙纳汉作品 继续带你深入传统饮食的千年智慧, 重建科学膳食, 解锁基因潜能。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玩耳播讲。 第二章 聪明的基因 表观遗传学和DNA语言 优良基因使人们健康、强壮、漂亮, 代表了一种我们称之为 基因财富的家族财富。 我们常听说导致疾病的有害基因突变, 具有偶发性, 但最新的科学研究认为, 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 我们不需要依赖技术来人工合成 无病基因或定制婴儿。 只要为我们的基因提供他们需要的养分, 我们就能安全无余地完成很多事情。 优先在健康饮食方面投入财产, 去重建家族基因财富是最好的投资。 哈利·贝瑞在2002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感言,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在台上声泪俱下地感谢上帝对他的护友。 谢谢大家, 我太荣幸了, 我简直太荣幸了, 感谢委员会对我的垂青, 使我成为上帝护友的幸运之舟, 谢谢大家。 这是好莱坞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贝瑞成为首位以主角身份 获奥斯卡奖的非裔美国人。 所有人都在关注贝瑞成功的原因, 关注好莱坞历史上的 这个独一无二的夜晚。 而我却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这位身着华服的女性似曾相识, 她的脸庞让我想起了 历年来手握小金人奖杯的 其他女明星。 贝瑞和其他获得奥斯卡奖项的 女明星有什么共同点呢? 比如查理兹赛龙、 尼可基德曼、 凯特·布兰切特、 安吉丽娜朱莉、 朱利亚罗伯茨、 金贝辛格、 杰西卡兰格、 伊丽莎白·泰勒、 英格利·鲍曼等, 他们都是表演领域的佼佼者,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其他共性。 也许这一共性 对奥斯卡颁奖典礼来讲太普遍了, 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它, 我却无法忽略这个共性, 他们都美得令人窒息。 就像哈利贝瑞的获奖感言所说, 我们就像一页页小周, 设计的初衷不是冲击奥斯卡奖项, 而是吃喝、生存、繁殖后代。 其实, 如果你下次碰巧拿到了奥斯卡奖, 你可以感谢你的非凡基因, 让你名垂青石。 假如次日你的公关顾问因此责难你, 你可以向他解释, 身体和DNA的关系, 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 最精深的命题, 我们大家都牵涉其中。 食物让它们与周遭环境紧密相连。 哈利贝瑞比例完美、 匀称、健康的躯体, 就是基因与自然环境的 和谐关系的例证, 也是几代人基因累积的例证。 正如本章所讲, 如果你想改善你和基因之间的关系, 使其趋于良性发展。 如果你想让自己更加健康、美丽, 你就要学会与你体内的DNA智慧 一起努力。 DNA的发达头脑 每个人的体细胞都有细胞核, 就像生鸡蛋黄一样漂浮在细胞质中。 细胞核包含染色体, 也就是46个超螺旋核酸分子, 每个分子含有多达3亿个碱基对。 这些无色的胶状化学物质构建了你的基本遗传信息, 决定了你就是你而不是别人。 如果你把单个细胞的DNA完全拉直, 它的28亿个碱基对能排出3米长的队列。 把你所有细胞的DNA头尾相连, 至少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5000倍。 这能携带多少化学信息呀? 但你的基因只占其中的2%, 其余98%的序列曾被科学家称为垃圾DNA。 这并不是因为这些DNA没用, 而是因为科学家也不知道其具体功能。 不过,近20年来, 科学家已经发现, 这些垃圾DNA具备令人惊讶的能力。 这些发现来自一个叫做表观遗传学的遗传学分支。 表观遗传学研究者对基因启动或关闭的方式进行了探索。 它是身体根据环境调节基因的方式, 也是同卵双胞胎个性不同的原因。 表观遗传学研究者对广博的基因领域做了大量的探索, 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呈现在它们面前, 浩瀚且复杂。 已知基因就像储存编码信息的仓库, 功能相对稳定, 而那些所谓的垃圾DNA 似乎天生处于变化之中, 短则一代人, 长则几代人, 甚至更久。 非编码DNA似乎能够帮助机体做出某些重要抉择, 比如哪个干细胞长成眼睛的一部分, 哪个干细胞长成肝脏的一部分, 做出选择的依据, 似乎源于环境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单个干细胞如果被放入动物肝脏, 它就会分裂成干细胞, 而同一个干细胞如果被放入动物大脑, 它又会裂化成神经细胞。 非编码DNA根据游离在它们周围的化学信息完成这一切, 这些化学信息又决定了哪种基因应该启动, 何时启动,启动多少。 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过程中最振奋人心, 最出其不意的发现之一, 就是人类基因与老鼠基因相似度极高。 老鼠基因与其他哺乳动物基因相似, 哺乳动物基因又和鱼类基因相似。 在动物王国中,人类产生的蛋白质似乎并非独一无二。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关键在于, 我们的遗传物质中包含基因调节片段, 它们在人类胚胎期和整个生存周期中 指导干细胞的生长发育。 促进细胞生长的机制是否也会影响生殖, 促使物种发生进化。 加拿大多伦多成瘾和精神健康中心的 克莱姆比尔家族表观遗传学实验室主任 阿图洛斯·佩特罗尼斯说, 我们的确要对传统遗传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进行积极地修订。 另一位表观遗传学家这样评价我们对进化的误解, 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驱动的进化只是冰山一角, 冰山的底部才是表观遗传学。 我们对这些占总数98%的神秘 这不是因为它们的好运,而是因为它们的调节DNA, 位于广阔的染色体, 未编码区的染色体大脑, 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就像我们的大脑一样, DNA也需要记忆所学内容才能正常运行。 如果DNA忘记该如何运行, 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癌症发生。 一旦细胞无法履行相应职责, 丧失良好的细胞活性就会变成癌细胞。 管理癌细胞的DNA彻底失忆, 认为指挥细胞不断分裂就是它的职责, 并无视相邻细胞的存在。 最终,癌细胞开始杀死相邻细胞。 这就是表观遗传对我们不利的一面。 表观遗传的积极作用之一是, 通过新颖独特的应对措施, 做出灵活的变通。 以眼睛的发育为例, 视神经盘位于眼睛后部的视网膜中央, 是输入光线的中心焦点, 也是眼科医生所说的中央视觉。 幼儿期缺乏卫生素A 就会导致基因面对这样的困境, 如何在未达标的营养环境中, 尽可能完美地构建视神经盘。 结果呢, 发育成熟的视神经盘不是正圆形, 而是椭圆形的, 可能造成近视和散光。 这当然不是理想的结果, 但如果基因没有这种变通能力, DNA就会被迫做出更加激进的抉择, 比如失明。 这种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智慧, 往往有据可依。 你的DNA, 你祖辈的DNA经历的种种挑战, 都会为基因解决问题, 提供指导。 换句话说, DNA具有学习能力。 细胞核, 食物操控基因的地方。 每个人体细胞中都有一个特殊的小房间, 叫做细胞核。 它为DNA提供场所, 实施保护。 细胞核内部的DNA, 被分成叫做染色体的物质组块。 尽管每条染色体的双螺旋结构拉伸后, 有几英尺长, 但46条染色体压缩在一起, 却只占用几微米的空间, 仅仅缠绕在叫做组蛋白的微小结构上。 如果这些缠绕的现状基因信息发生松动, 就能使一段DNA与酶结合, 从而开启基因或基因组的表达。 食物中诸如维生素和矿物质这样的营养物质, 即人体自己制造的激素与蛋白质, 在调节这种缠绕和松动的过程中,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叫做呼吸。 我们了解的越多, 就越能理解基因也有自己的生命。 表观遗传学领域才刚刚触及这一动态基因调控系统的表层。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染色体数据计算以模拟的方式进行, 而非数字方式。 因此,DNA能够储存和计算的信息量, 远远超出人们之前的想象。 染色体的学习过程 让我们对染色体进行近距离的观察, 以便全面了解基因大脑的工作机理, 以及为什么它有时可能会忘记如何发挥正常功能。 人有46条染色体, 每一条都是很长的DNA分子, 包含三亿个碱基队。 碱基只有四种, 分别用A、G、T和C表示, 我们所有的基因数据都以四种字母的不同模式加密。 如果改变一个字母, 就会改变加密模式, 其意义会随之改变。 有机体的生长也很有可能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 生物学家一直认为, 碱基字母替换是产生这种生理变化的唯一途径。 而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 不同个体的不同生理特征并非来自永久的碱基字母替换, 而是源于一些临时标记, 表观遗传标记。 它们依附在DNA的双螺旋结构或其他核质上, 能够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 有些标记在人们出生时就有了,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些标记被删除了, 其余的标记则累积下来。 研究人员需要弄清楚这些标记的具体意义, 这到底是DNA刷老的必然结果, 还是出于其他原因? 后者听起来更振奋人心。 如果每个人一生当中产生的标记相同, 这就是简单的衰老过程。 但如果出现标记差异, 则说明不同的人生经历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基因运行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基因具有学习能力。 2005年, 西班牙科学家找到了解决这一谜题的办法。 他们提取了两对同卵双胞胎的染色体, 一对双胞胎三岁, 另一对五十岁。 他们分别把荧光绿和荧光红的分子 捆绑在经过表观遗传改良和未改良的DNA片段上, 并对两组基因进行了研究。 两个孩子的基因看起来非常相似, 这表明和大家想的一样。 双胞胎在生命之初拥有几乎相同的基因标记。 相比之下, 50岁双胞胎的染色体就像两棵装饰风格截然不同的圣诞树, 一棵闪着绿光, 一棵闪着红光。 他们的生活经历标记了他们的基因, 表明这对同卵双胞胎的基因功能不再相同。 这意味着基因标记不仅源于衰老, 也是我们生活方式的直接结果。 其他类似的研究已经证实, 表观遗传标记是身体对化学物质做出的反应。 这些化学物质源自我们通过嘴巴摄入的食物, 通过鼻子呼吸的空气, 大脑所做的思考, 以及身体所做的动作。 所以, 我们能够得出结论, 基因似乎总在倾听, 随时准备做出反应或改变。 通过观察这对50岁双胞胎姐妹染色体红绿模式的不同, 科学家捕捉到了不同基因形成的不同个性。 这些存在差异的基因标记,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DNA完全相同的双胞胎 可能患上完全不同的疾病。 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个吸烟、喝酒、洗食垃圾食品, 另一个则注意养生。 两个人的DNA就会接受迥异的化学教育, 后者接受的是系统、平衡的教育, 而前者的学习环境如同脏乱的街道, 充斥着各种化学物质造成的喧嚣。 从这个角度讲, 生活方式影响着基因的行为表现。 通过选择健康或不健康的膳食和生活习惯, 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基因, 使其表现良好或糟糕。 在环境的影响下, 两套完全相同的DNA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基因表达。 凭借这一事实, 科学家确认了很多基因标记手段, 包括书签、印记、基因沉迹、 X染色体失活、 位置效应、 重编程、 基因转映作用、 母体效应、 组蛋白修饰、 腹突变等。 在这些表观基因调节的过程中, 许多都涉及标记DNA片段, 这决定了基因开启的频率。 如果开启, 基因就能接受将其转化为蛋白质的酶。 如果无法开启, 基因就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相应的蛋白质也不能被正常表达。 假设双胞胎姐妹中, 有一个常喝牛奶并搬至夏威夷, 而另一个不喝牛奶居住在明尼苏达州, 可以预见的是, 后者相较前者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 而且更容易发生髋关节或脊柱、骨折等 与骨质疏松相关的意外。 表观遗传的双胞胎研究说明, 被研究对象不仅X光片不同, 基因也存在差异。 科学家正在逐步让公众相信, 忽略对自己身体的护理与滋养, 不仅影响健康, 还会影响基因, 可能对子孙后代产生不利的影响。 研究表明, 兄弟姐妹中如果有人患有骨质疏松症, 而其他人无此问题, 原因就在于, 这个人体内负责骨骼生长的基因处于睡眠状态, 被暂时打上了隐蔽和休眠的标记。 庆幸的是, 如果我们改变生活习惯, 他们就能苏醒过来。 我们再看一下双胞胎姐妹中, 吸烟又喝酒的那位, 她的状况不容乐观, 她也许已经对自己的骨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无论如何也无法和她那位喝牛奶, 体内维生素地充足的姐妹相比。 更糟糕的是, 她怀孕前形成的所有表观遗传标记都有可能遗传给她的孩子, 所以她对那些可以强健骨骼的营养物质的忽略, 就会导致她的孩子遗传到的骨骼生长基因不够活跃。 从表观遗传的角度讲, 这个孩子更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 英国伦敦儿童健康研究所的临床遗传学教授马库斯彭布里认为, 我们都是基因组的守护者, 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其自身, 还有可能对其子孙后代的基因产生毁灭性影响。 最令我着迷的是这个体系的智慧, 我们的基因似乎找到了某种记笔记的方式, 提醒他们依据得到的各种养分采取相应的行动。 让我们看看这个过程吧。 假设生成骨骼的基因带有两个表观遗传标记, 一个与维生素D结合, 另一个与钙结合。 如果维生素D与钙同时与各自对应的表观遗传标记结合, 那么基因开启并得以表达。 如果既没有维生素D,也没有钙, 基因则会继续休眠, 生成的骨质较少。 表观遗传调节标签, 有效地起到了便利贴的作用。 如果周围的维生素D和钙很充足, 就会立即制造出大量骨骼生成所需的蛋白质。 它们一旦动工, 看吧,你的骨骼就会更壮更长。 这是多么巧妙的设计呀。 当然,DNA并不知道某个基因能做什么, 它甚至不清楚它接触的各种养分有什么好处。 通过尚未搞清楚的某种机制, DNA在过去的某个时刻经过了表观基因标记的编程处理, 表观基因标记会根据某种营养的充足或缺乏情况, 开启或关闭某些DNA。 整个编程体系是可变的, 这些标记也显然可以删除, 让基因大脑忘记之前的编程信息。 最近的发现表明, DNA也会像人类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健忘。 人们怀疑父亲的生育年龄过大, 会导致孩子的大脑发育异常, 并因此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在出生之前, 女性的卵子就已经在卵巢中产生, 而男性在青春期之后才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精子。 随着青春期来临, 晶元细胞每年大约分裂23次, 每次分裂都很重要, 因为在分裂过程中, 晶元细胞不仅要精准地复制31个DNA代码字母, 还要复制所有的表观遗传标记。 这些标记负责让DNA记住, 面对一定的养分和激素信号, 哪些基因应该启动, 哪些基因应该休眠。 这是一系列相互协调的功能, 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和健康至关重要。 尽管大量校对酶的存在, 保证了DNA复制近乎完美的精准度, 但无法保证表观遗传标记也能实现精准复制。 最新研究表明, 相对于基因突变, 环境因素对表观遗传标记复制的精准度的影响更大一些。 换言之, 如果因为男士构建基因标记的原材料不足, 在生成那批精子时, 标记就会表现异常。 不幸的是, 未经纠正的错误会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累积。 那些年龄较大, 标记异常率较高的男性、 生育的孩子更容易患孤独症、 双向障碍和精神分裂症。 影响基因组的记忆的不只是男性的年龄, 还有他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程度。 我坚信, 年龄较大的男性完全可以凭借这种方法, 提高孕育健康宝宝的概念。 通过良好的饮食, 给作为精子工厂的稿丸提供足够的养分。 这是保证精子生产线产出优质精子的有效策略之一。 2014年, 与纽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合作的遗传学家, 找到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某些营养物质水平过低, 可能会导致DNA复制错误增多。 叶酸, 维生素B12和很多氨基酸, 是甲基化这种表观遗传标记的必要原料, 缺少任何一种都会造成甲基化不足。 有些关键的标记有可能被省略。 他们的研究表明, 几乎在所有的基因外围区域都出现了甲基化缺失的现象。 这些区域的DNA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甲基化很难实现。 如果真是这样, 优化饮食质量就有助于减少DNA复制错误, 避免患上由此引发的疾病。 良好的营养状况有助于逆转部分表观遗传错误。 我刚刚举例向你们证明, 良好的饮食有助于避免引发永久基因突变的表观遗传错误。 但饮食能否修正这些错误呢? 换言之, 良好的营养能否让你的基因恢复到先前的适应性更强的状态, 从而避免复制错误以基因突变的形式成为永久的遗传记录。 以下两项研究探索了通过调节胎儿的营养状况, 控制胎儿未来体重的策略。 深度营养 深度营养 凯瑟琳沙纳汉作品 继续带你深入传统饮食的千年智慧 重建科学膳食 解锁基因潜能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晚尔博奖 一项开展于2010年的研究 探究了母体营养不良和肥胖 对后代的影响 并且得出结论 胚胎期营养不良或许是肥胖症的主要原因 他们认为 肥胖母亲生的孩子 通过表观遗传程序 生成了过量脂肪 这表明 由于自身营养失调 数以百万计的母亲 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 决定了他们的孩子终身肥胖的命运 这种倾向还会由他们的孩子 遗传给下一代 对营养失衡的母亲而言 是不是她的所有后代都会体重超标 答案对你来说 绝对是好消息 正如营养失调可能导致不良性状那样 良好的营养状况 也能使表观遗传适应系统 重新制定适合理想营养状况的早期策略 一些经典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表明 如果基因获得良好营养的支持 至少在某些环境条件下 遗忘策略就有可能被激活 这也是我坚信大家都有潜力成为 或至少生出基因博彩赢家的原因 因为健忘的基因组有可能接受再培训 第二项研究表明 胚胎期营养最优化可能具有相反的效果 它可以使表观基因组放弃体重增加策略 而选择以优化身体成分为目标的策略 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的杜克大学 兰迪·哲特尔博士研究了给次鼠强化营养的案例 这种鼠有黄色的毛皮和肥胖倾向 抑患糖尿病 实验开始后 选择常规喂养的雌性次鼠 在其食物中增加维生素B12 叶酸、胆碱、甜菜碱的比例 然后让其与雄性次鼠交配 与它之前生的那些黄色毛皮 体重超标 健康状况不佳的幼鼠不同 新生的这窝幼崽中 有了发育正常的棕色幼鼠 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释 在次鼠的种群进化史上 调节DNA曾受重创 因此次鼠无法像其他老鼠那样 繁衍健康正常的后台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通过充足的营养供应 唤醒了次鼠的沉睡基因 重新编程 使基因发挥更加功能 并使基因素得以修复 这对我们具有非比寻常的启发意义 因为研究人员发现 我们所有的基因中 都留有异常的调节疤痕 他们记录了我们所先的经历 包括他们的饮食乃至他们存活期间的天气状况 例如二战结束之前 异常寒冷的冬季 加上德国实施的食物禁运政策 约有三万人死于饥饿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育障碍和成年疾病 包括婴儿体重过轻 糖尿病 肥胖 关心病 和乳腺癌等 一个荷兰的研究小组认为 这些幸存者的孙辈出生时 体重过轻 与此密切相关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 因为它表明 孕妻妇女的饮食 至少会对接下来的两代人产生影响 相较而言 次数的基因长期受损 所以需要大剂量的维生素 唤醒他们的沉睡基因 而孕妻妇女 只需摄入常规营养 或略高于常规水平的营养 就能达到目的 因为他们基因受损的时间较短 仅为一两代人 某些表观遗传反应 不仅会被遗传 还会被放大 美国洛杉矶凯克医学院的医生 针对母亲吸烟 是否会增加孩子患哮喘的风险 进行了研究 并发现 吸烟母亲生的孩子 患哮喘的概率 是不吸烟母亲生的孩子的 1.5倍 如果孩子的外祖母吸烟 孩子患哮喘的概率 是其他孩子的1.8倍 即使孩子的母亲根本不吸烟 如果母亲和外祖母都吸烟 这种概率会升至2.6倍 DNA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反应 想弄清楚其中的逻辑 请看看以下内容 女性在孕期吸烟的行为 相当于告诉腹中的胎儿 空气中充满毒素 呼吸有时是件危险的事 发育中的胎儿肺部 立即采取行动 让自己有能力 快速应对任何吸入肺部的 刺激性物质 哮喘者的肺组织容易反应过度 哪怕吸入再小的悬浮颗粒 都会引发咳嗽和吐痰 尽管这样 我还是相信 这种受损的基因组能被修复 从而恢复正常功能 为什么我对良好的 表观遗传修式的恢复力 如此信任呢 因为与过去的看法不同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大多数疾病都不是 永久的基因突变造成的 而是源于基因表达有误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 源自环境的化学物质 给这些常链DNA分子打上标记 改变他们的行为 依据次数生殖研究的 负责人兰迪的说法 这样的体系似乎真实存在 它提供的迅捷机制 可使生物体在不改变硬件的情况下 对环境做出反应 这样一来 任何生理方面的调整或修正 都可以依据它的可见的成功 或失败予以撤销 我们把它叫做 基因拟突变之前的事销 这对一个分子来说 似乎是很难完成的复杂任务 但你不要忘了 我们谈论的分子 自地球生命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 了解了DNA的工作机制 我们就能轻松理解 为什么营养缺失和接触毒素 有可能导致慢性疾病 以及为什么这些疾病 会对去除毒素和改善营养状况 做出如此积极的反应 多夫·S.格林鲍姆博士 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基因组 改良科学中心工作 他和我一样 对基因系统的智慧设计 表示叹服 他描述了非编码DNA指导进化的方式 转座的非编码DNA的移动 使基因被激活 从而使生物体能适应周遭环境 他对这个功能的描述 与兰迪类似 他还补充说 这个转座系统 允许生物体在不改变硬件的情况下 适应周围环境 把这个类比延伸一下 我们可以把基因修饰 想象成软件设计师使用的协议之类的东西 先测试漏洞 然后进行与其他软件的兼容性运行 再集成到操作系统中 如果实际运行证明该软件不可或缺 最终就将其植入硬件 这也许正是人体基因 针对合成维生素C所做的一切 由于食物中富含维生素C 数代人都不需要自体合成 以至于负责合成维生素C的基因 进入休眠状态 最终 表观基因的事消 证明我们不合成维生素C 也能存活下来 基因内部的突变将使这项功能永久失活